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說香港的新聞 來到星期二 我們也沒有直播了 請大家注意 我們換來的是繼續的恆常節目 Tony 也就是回到英國 但是 因為我正在接受隔離 所以 基於安全 就是再過多幾天 等真的 真的沒有所有任何病徵 避免 就是交叉感染 所以過幾天 可能才會有聯合廣播節目 我們繼續單人廣播 一回來 我們馬上用了很多時間討論這個20大之後的局勢 我們 認為香港 哈哈 你很高興 回歸 25年 真的是回歸25年 過去的25年 成為了炮影 恆生指數 現在 恆子跌到下去 就是97回歸之前 真是厲害 生意好 香港明天會更好 這一邊廂 經濟不用說了 肯定是會重創 另一方面 政治方面 香港更加不用說了 完全進入了文革時代 這節要說的是 香港的升旗禮 不是本台 雖然我看到這個新聞 也以為看到我們自己的名字 全灣 聖方濟 中學 升旗禮 說有14歲的學生 當時就是不禮貌 不尊重國企 這件事居然有下文 據說 還有 就是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結果 三年過去 五大訴求 在說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到今天也還未落實 居然 就是一間中學的 升旗禮儀式 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真的非常之諷刺 好 我們繼續和大家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和大家 就是共同進退 繼續在這個 習近平年代 繼續 就是 做一個香港人 繼續 對準著中共 繼續 跟他精神上作戰 當然如果可以 在各個方面 都跟他繼續作戰 我們當然不用說了 媒體也是在作戰 認知作戰 請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請大家經濟能力虛可的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所有聽眾 記得打開 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先說說發生甚麼事 這宗案件 發生在荃灣 在早前發生了 聖芳濟中學 14歲的學生 涉嫌 說他不尊重這個星期禮 要他 停課三天 到最終 學校 基於各方面的壓力 報警 到最後 學校 說要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 整件事聽起來 令人覺得非常諷刺 香港 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要調查 就是警察的暴行 所以 就說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相信 警察可以自己調查自己 不相信警察投訴科 不相信 監警會 結果是甚麼呢 結果換來的 是兩三年來的高額統治 兩三年來 徹底撕破了法治的假面具 撕破了一國兩制的假面具 到最終 所謂五大訴求 沒有一件事 是他願意兌現的 荃灣這家學校 聖芳濟中學 原本 就在這個月的月初 說的是11 就是搞星期禮 當時 就是十幾個學生 這些學生有大有小 就說他們在一個星期禮裏面 就是做出不尊重的行為 結果 學校 就把這件事搞大 甚至乎說要報警處理 說要報國安 這件事真的搞大了 結果 全香港也知道 全香港也在指責 到底這家學校發生甚麼事 一個這麼簡單的升旗儀式 搞到要報警處理 是不是 要國安和警察 每一次 都介入 學生的事務呢 這家學校 到底要那些先生 和校長 要來做甚麼呢 繞釀了一大輪 建制派其實也不是支持這家學校去搞這件事 實際上 就連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都認為 在小題大做 甚至乎認為他們 將國家安全法 和國旗法 完全混壓 所以 到最後 即使親建制人士 都不支持他們在搞 這些政治鬥爭 結果 最後就是校監 校董 在這個月開會 開了一個特別大會 到最後 法團和校董會 就說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認真調查這次事件 我又很想知道 到底你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不是調查 為甚麼學校要報國安 學校是不是失去了能力 去處理學生的問題 即使 學生 對一個升旗的態度 真的 不夠妥善也好 這個不是教育問題 是甚麼問題 如果 教學的時候 學生態度不好 那是不是應該要報國安呢 所以大家說是挺好笑的 所以繞釀了一大論 跟你說要 提交這個 獨立調查報告 要跟公眾交代 說要挽回大家對學校的信心 好 儘管看看 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名單 我刻然地發現 裡面有我認識的人 不過 我不打算詳細說了 首先因為第一 我不是太過認為 就是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 對事件有太大的幫助 與其說 你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如你說這間學校 覺得糟糕了 覺得這件事搞大了 需要 就是用一個獨立的機構 去將這件事慢慢擺平 既然是搞政治鬥爭 我 反而奉勸這間學校 既然你要有心 將學校這個場所 化身成為一個政治鬥爭的場所 我勸你 就是決定了的事 就舉手不回 決定了要政治鬥爭 要鬥爭學生 想政治上位 不要 就是 決定了之後又後悔 反而麻煩你坦誠面對 好像我們現在偉大的領導人一樣 決定了政變 要推翻所有黨內元老 就不要 忽然之間 縮回頭 這個人生態度是不正確的 簡單講講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裏面主要來說 都是跟教育界相關的人士 裏面只有一個是法律界而已 所以要猜測 我認識誰也不是很困難 我認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的唯一原因 是要為學校這件 那麼噁心的醜事 提供一個 最好的下台階 其實獨立調查委員會 從來就是這樣的功能 當初如果香港 真的去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坦白說 這個 是會有最大的力量 幫香港政府 找到一個理想的下台階 把事情 輕輕帶過 只要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是最噁心的一群邪惡黨棍 是真的有一些獨立人士在裏面 裏面也 真的 做出一些 看起來 似乎是比較客觀的結論 其實絕大多數的公眾 都已經是會收貨的了 換句話說 當初 香港政府 將香港2019年 的反送中運動 自己將它不斷升高 假如一開始 就用這個 疏到洪水的方法 去處理的話 實際上根本沒有可能 觸發就是往後 那麼大型的時代革命 所以 我也推測這個學校 真正 成立了這個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後 這件事 將會 用其他方法慢慢處理 冷卻下來 換句話說 學校 校董會 校長等等 可能終於發現 在這個地方 搞政治鬥爭 幫不了你上位 他們可能是這樣判斷 因為早前 也得不到來自建制的所謂同路人 支持他們 其實我對這件事 也是有些看法 我覺得這家學校實在太過反覆 既然決定要政治鬥爭 就不要讓他們那麼容易停下來 尤其是現在看看二十大 結果出來了 鬥爭的人士 終於 吐氣揚眉 終於出來當政了 現在情況 彷彿好像 就是四人幫話事一樣 所以 我們其實也很想快點爭取時間 盡快開一節 紅旗而得道 要熱烈興賀 這個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所以我們再一次告訴大家 我們認為香港 很多人 判斷能力其實是相當之惡劣 我們不停看到 親建制人士 以及藍絲 他們永遠做一些動作 好像永遠 落後了幾拍 他們不停 跟車 錯誤 跟著就炒車 他們的行為相當之奇怪 為什麼他們經常判斷錯誤呢 就是因為他們經常 想跟大隊 換句話說 其實他們自己 對於所謂 上面的風向 根本沒有任何的看法 簡單來說 完全不懂政治 所以 經常只想有人 走在他們前面 讓他們跟著 所以就經常跟錯誤 經常都炒車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明白 你學會 你學會了之後的判斷力 永遠是屬於你自己的 就算不是 只是看北京的政治 我相信 對於你 去判斷一個辦公室政治 也會 有很大幫助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